在海军陆战队谋理训练场上 两栖步战车 两栖突击车 依次按编组下水 向数公里外海域开进 为了提高难度 考核组在海面上设置了 蛇行路 装肩限制路等多种障碍 驾驶员要在不断变化的浪运中 和车长密切协同配合 才能准确操作通过障碍 海上驾驶与陆地驾驶有所不同 受海流和风浪的环境影响 方向难以精准把握 驾驶员视野也比较受限 有的时候一个浪过来 驾驶员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这个时候驾驶员就需听从车长指挥 默契配合 抵达目标海域 幅度装载课目随即展开 驾驶员根据暗涌的流向 及时调整航向 精准把控好发动机转速 并听从引导员和车长的指挥 顺利登舰 夜幕降临 夜间装卸载接连展开 官兵重点围绕夜间上下登陆舰 泛水编波 突击上路等内容进行专攻精炼 此次考核官兵先后完成十余个课目 两栖突击能力水平得到进一步加强 此次考核内容多 跨度久 对驾驶员能力水平是一次全面性的检验 让驾驶员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 找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 为下部专攻精炼 找准问题把镖 练就过硬的两栖作战能力水平 接述 撰 空 空 试舵